新一期通胀挂勾债券2021 准备推出 究竟是短炒还是长渣呢? 这段影片会与大家详细分析 第一天的策略 事不宜迟,马上去片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新一期的香港政府通胀挂勾债券 俗称IBON又到了 什么叫IBON? 这是三年期的港元政府债券 每手面值一万港币 每半年派息一次 它的息率是如何计算的呢? 它会分成浮息和定息 如果是浮息的 就是计算香港最近六个月的通胀率 以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为基准挂勾 定息就是两厘 简单来说就是保底两厘 如果通胀高的话,就会计算通胀高的 两者计算较高为准 新一期通胀挂勾债券 申请日期为6月1日 上午9点到6月11日下午2点 根据上年的经验 有些银行会迟一点才开始 而到期时间也可能提早终结 大家要留意 可以在哪里认购? 大家可以透过配售的银行 香港结算公司或证券经纪认购 遲些大家都会看到相关银行或证券经纪 推出一些优惠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发行日6月23日 在联交所上市买卖的日期 是6月24日 现在和大家计算一下 如果最少两厘的时候 最后会得到多少利息呢? 大家可以试试计算 有一个叫Compant Interest Calculator 如果放一年派两次息 最少派两厘 基本上三年后最少会有615.2 正所谓理论还为理论 实际上派多少息呢? 现在和大家一起试试 14、15、16年 实际上派息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三年派的息相对比较高 因为通胀比较高 全都三厘以上 最高甚至六厘都有 最近的三期又是怎样? 大家可以看到 18年和19年 当时通胀很低的时候 差不多零息时代 实际上通胀 其实也有几次是过两厘 换句话说 在今次Ibon保底两厘的时候 除了基本有三次两厘之外 你亦预期很可能多过 几次后会有两厘以上的故事 我和大家综合了以下这个表 可以比较过往每一次派息的总数 和派息的总额 大家可以看到 小几次都会有617元 最多过一期 去到1300多元 三年之后收的利息 在现在银行定期 甚至虚拟银行 只是给到一厘都不够的利息 的情况下 现在保底两厘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不想长渣收息三年 那短炒又行不行? 我和大家一起做个综合 过往这么多年 认购人数除了第一、二年比较少 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大约四十几万 到五十几万人 分的总额就由一手 到三至四手不等 今年比起过往有什么不一样 去年都是到150亿 今年可以最多上到200亿 大家可以预期 可以分到的首数 比以往多 我预期应该会有五手至六手 看回第一天的收市价 你可以看到最近两期都去到103个多 今次大概猜到最少都会有103个多 但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今次为何会和过往几次不一样呢? 这是最新鲜热美国的数据 美国的通胀已经到13年新高 到4.2%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很多时候经济活动比较慢 在疫情之后 很多经济活动开始复苏 自然通胀便紧脱而来 而且对上几年 全球都印了不少 银子开始贬值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通胀 所以可以合理地预期 下年开始会反映通胀数据 会慢慢上升 因此之故 今年的i邦 其实有机会挑战到 104到105元的首日收市价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派到五手 可能每一手赚400元 那都2000元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短炒 大家要留意 有三个事项 第一是买卖成本 有些银行是不会收认购费的 但可能会收属回费 或者买出费 大家要留意 第二是买卖平台 一般在证券行 你可以当作股票形式 买卖i邦 但有些银行不会让你这样做 只可以在银行内部做买卖 它开的价格可能会比平台差 即在联交所的价格差 第三是手续费和佣金 有些证券行会用便宜的手续费 甚至乎免佣 去吸引你去抽 但可能最后会收少少的手续费 或者是卖出的佣金 大家要留意 始终每一手赚的不多 卖出的时候的成本 都要留意 你想选银行 还是证券行 还是借钱不付本金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按like share 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说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